如果你想要把这个衣服变颜色 我先把这个关掉 衣服刚刚是不是已经选起来的 这个路径你可以先点它 虽然它关起来 但你点它它还是会亮起来 对啊对啊还是会亮起来 可是这个地方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选取区 还记得怎么样变选取区吗 路径可不可以转选取区 可以 因为你要到这边路径这边来 有一个下面有没有还记得吗 这个载入路径作为选取范围 我把它一点 有没有变选起来的 选起来之后就做一件事情 昨天我们学过的 昨天你记得 我现在选好了 你记不记得我先点到这个背景 因为这张图在背景嘛 对不对 记不记得我没用过这个东西 这个叫调整图层 点进来 我们不是在调整个颜色吗 那这里的话 其实就可以用所谓的摄像跟饱和度 好 那我在这边 因为这个我们没有讲过嘛 所以我先暂时 稍微提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跟各位详细讲 这里有一个上色 你就先决定 今天不知道要穿什么三个比较好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那个手 这也会变 因为我们那个范围有包括它 等一下你要再用涂层 这次变稍微修一下 好 那饱和度 今天要穿得更好 所以下次你就会了 对不对 对啊 你要穿不同的颜色 我今天喜欢穿蚝黄色的 今天这样运气比较好 这样好了 有没有 然后你看在这边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有选取范围 所以有没有自动产生一个涂层折射片 有嘛 所以白色的是不是显示出来的 那我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一样点到它 用笔刷 要填什么颜色 因为这个手地方是不要看到 所以不要被影响到 我是不是就把这个笔刷调起来 我就把手的地方 恢复它原来的面貌 所以这样子 虽然我们不能像有些 那个 就是坐肩范科的 它换 直接换穿别的衣服 但是我们可以很简单换衣服的颜色 好 这样OK吗 所以你就可以有不一样的感觉啦 那么这样套上去之后 你的花纹有没有刚刚好 什么叫没有 我说什么 它还是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还是融合进去还是黄色的 它不是这里就变白色的哦 你大家有意思吗 因为下面整个受影响嘛 受影响之后 你再套这个 就变颜色了 所以如果下次 就是你那个 想要试看看的话 可以考虑看看哦 这样 像有的model 他们在那个穿那个 有没有 就是卖衣服的 他们有的就简单的 不同颜色 他就稍微用这样调一下就好了 不用很精准的 哎 他因为他不是在做真正 做衣服吗 他只是 我有几个颜色给你看 所以他只要拍一组就好 花一组的钱就可以了 好 OK 这样了解的哦